一人摳門摳到嚇死你 綠綠吃飯兩千除以三除不進 一定有小數點 小數點不算我的 那你可以出去玩是禮拜天 因為禮拜天路邊的停車格都不用錢 去唱歌的時候其實很難真的開心 也很難真的喝多了喝蝦了 一萬人我都要先記得 先有來 別放 對 你講什麼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群女跟我講過 然後可是你剛才說那個破洞 讓我想要前霸 你知道嗎 前德文前霸 他就說啊 他有一次也是很嚴重 就開始發燒腹痛去開刀 那開刀那個時候 一開始覺得應該是膽的問題 然後膽確實也有問題 但很開心去後來醫生就說 那個看起來 原來他有那個 他也是那個 胃接近十二指腸那邊有穿孔 然後就是已經有東西掉出去了 天啊 那那麼嚴重啊 所以他就整個本來是要做內視精化 我就開刀開始幫他處理 那飯類掉出去 就表示他已經不可以 他就發炎 他就發炎了 是有嚴重護膜炎 對啊 所以一定要開刀 好啊 他一定要改這個習慣 為什麼這麼可怕 對啊 不過柏依說一下 請教一下 除了生活習慣之外 像有沒有什麼體質的人 特別容易十二指腸潰瘍 有 其實就分成 太虛跟太熱 這兩種體質特別容易會得 比較虛就是說 他本來就是四肢容易冰冷 然後腸胃循環不好 所以他吃東西消化不好 容易那些胃酸就容易累積在這邊 所以他就會一直去腐蝕那個腸臂 容易產生潰瘍 那一種食的就是說 他胃酸太多 然後又暴飲暴食 然後又容易吃到飽的啦 又愛生氣之類的 這種胃酸多 因為酸多也容易腐蝕 這種體質特別容易得 愛生氣會這樣子 愛生氣會啊 暴怒傷肝啦 然後會引起胃氣不和 對 你們 那你們媽媽們要小心啊 你們通常家裡 家裡的小孩都很愛生氣喔 真的 然後就會爆發一次 一個小時爆發一次 這個經濟太頻繁了 對 這可能還有另外一種 更嚴重的疾病 等一下要小心 英雲媽妳是高危險群之一喔 會注意的 改天我去看你 那那個媽媽是不是聽說 妳有沉浸十二指腸困難的困擾 對 因為就是國中的時候 覺得自己很胖 然後想要減肥 所以就一直 站這樣很不正常 然後只要一肚子了就狂喝綠茶 因為想說可以去油脂啊 就只要肚子了就喝綠茶 結果到後來就是 就開始胃痛 因為肚子了 因為餓太久 就是像刺痛那樣子 然後胃痛就吃止痛藥 這樣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有一次就在學校痛到暈倒 然後就送去急診之後 照胃鏡才知道是十二指腸溃疡 後來醫生是跟我說 就是 他是開藥讓我吃了大概兩三個月 然後他跟我說 跟胃溃疡的醫療時間差不多 對 他跟我說 就是你以後就是吃飯就是 不管你餓多久 都是先喝個熱湯 然後再慢慢吃 喔 就不要一次大量進食 那你有可能兩三個小時又再痛一次這樣子 對 然後就慢慢改掉不喝綠茶的習慣 就比較好一點 其實胃溃疡跟十二指腸溃疡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胃溃疡的時候你不能喝太多湯 只要你胃酸太多又會往上滅流 但是十二指腸你在痛的時候 像剛剛尤其是虛症這種體質 可以喝一點薑湯 薑可以暖胃喝中 所以喝薑湯可以改善這個十二指腸的溃疡 大家都不要以為說疼痛是不好 不痛的反而好 其實不是 有時候 一半出血也會不會痛 對 胃出血十二指腸出血 那告訴你 都不會痛 怎麼會突然會出血 對 沒有感覺 解出來是黑色的 薄油顏色才發現 還是吐出來是咖啡色的 對 胃出血 要趕快掛急診 你反而不會痛了 因為血出來 不會刺激你溃疡的傷口 所以如果照林醫師這樣講 有些人他會比較忽略有沒有 對 那忽略之後有沒有一些比較嚴重的案例 對 像之前有個先生 他就一開始可能以為是什麼 腸胃型感冒 就剛開始痛的時候 後來經過幾次檢查 他就發現說是十二指腸溃疡 他一聽到十二指腸溃疡 就知道病因 問醫生說那個治得好不好 然後醫生就你照照的療程吃藥就OK 可是他吃了藥之後就想說 他所有的壞習慣都沒有改 因為反正一個人會生氣就是會生氣 他沒有辦法三餐定時 他永遠就不三餐定時 自我要求高 他不會因此改變個性 所以他後來就變成自己的醫生 他想反正又來了 就是十二指腸溃疡又犯了 所以他十二年的時間 他從第一次診斷知道自己十二指腸溃疡 其實他期間可能已經復發很多次 但是他每次都自己想說 反正就照方去拿一拿就好了 結果到後來有一次 他就發現不對勁了 這次的症狀好像特別的不一樣 然後就去檢查 醫生就這麼多 他去做一些胃鏡什麼檢查 一檢查發現 他那個十二指腸跟胃附近的組織已經 癌化了 對 就是說他可能長期 譬如說其實有優門感染過幹嘛 可是他可能沒有真正的對症治療 講說反正就是十二指腸 我已經知道是病 好像也不能跟治 他就一直這樣做 所以他去檢查 受期已經變癌症了 所以怎麼解決呢 如果真的胃痠過多的話 像我們 因為我們稍微一脹 比方說吃東西太飽的話 他就會有一點痛 馬上就吃胃痠 而且很奇怪 胃痠一吃下去 他就不痛了 所以你胃痠是羅哥介紹的是不是 不是 我們也是張 吃胃痠瓜 張插舟的嗎 張先生他們家的嗎 張先生 對啊 從小到大都是吃這樣 那他因為 他的那個 就是馬上可以壓下去的那個效果很好 你就會認為說吃一下就好了 其實很多胃痠裡面都是中藥成分 他有一些像 研弧索木箱之類的 他其實可以修復那種比較淺的黏膜 所以一修復你就覺得不痛 對 但那真的都是粉飾太平 真的還是要去看醫師 這樣更慘 對 很多家小蘇打的 對 對 你剛好中和胃痠 中和 酸淺脂 他耳隔氣出來 因為他會產生二氧化 他耳隔氣出來 對 好舒服喔 胃痠 對 打個殼好舒服喔 對 我覺得還是要看醫生 因為他羅哥就是去醫院檢查 發現可能十二指腸潰瘍 然後有一點點的胃潰瘍 他是吃那個油門甘菌的藥 他一次醫生給他開兩個禮拜 他總共就是去檢查了三次 拿了三個禮拜 就是三次的兩個禮拜的藥 然後定期半年追蹤 他現在就是那時候 十二指腸潰瘍是三年前 現在好多了 甄莉蕾妳有什麼消毒 因為像我常常 因為我們都不定時嘛 所以我隨身包包都有糖果 然後就是 覺得好像可能譬如說有點餓 就吃一顆糖果 因為他會讓你那個 血糖上升嘛 就比較不會癢 但是我還是空的啊 胃酸有什麼關聯 糖果吃都不是容易有引起胃酸嗎 還好吧 你不會嗎 不會啊 會耶 對啊 你們兩個是專業醫師嗎 兩個一搭一搭的 這樣一搭 我是怎樣 我們都曾經得過胃 胃中曾經發炎 我們也曾經過 對 我們是過來人 而且我們沒有聽過人家 什麼抑制胃酸過通靠糖果的 沒有人這樣子的 是不能吃糖果啦 可以 我又沒有胃潰瘍 奇怪 真的很奇怪 曾經歷節可能有血糖部分的問題 對 他是讓血糖不會下降 對 你讓血糖維持穩定 對 但是他可能沒有胃酸過多的問題 對 所以他不覺得他還好 所以如果胃酸過多吃糖果魚用嗎 我們倒可能會吃 加二化 對 他沒有胃酸過多 他會 但是事實上一般是六個禮拜到三個月 就是完整的一個治療療程 如果之後還是一二六痛 還是有在發生的話 你就最好是再做一下胃鏡 但是一般的話 你擔心胃鏡不舒服 你可以吹個氣 碳13的診斷 整正確率可以到九十幾% 那成功 對 所以事實上現在都吃兩個禮拜的藥 甚至有吃一個禮拜的 治療效果也會達八十%以上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 這個油門感境清除掉 而且平常真的少吃一些消炎止痛 我們很多人喜歡吃阿斯匹林 來保護身體 但是你只要有潰瘍的話要小心 引起很多初血 消炎止痛是只有阿斯匹林要出血 還是說一般很多人會 什麼的或什麼的 對 一般的話 你腰酸被動吃的都會 因為它抑制我們前列腺素昏迫 所以事實上連膜都變成脆弱 撲什麼比較不會 但是它傷的是別的 就說像剛剛除了阿斯匹林之外 很多家裡有那種長期關節疼痛的老人家 他們以前如果吃的早期的那種 非類固醇的消炎止痛藥的話 就是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長期出甚至會胃潰瘍 甚至胃出血很嚴重的都有 那所以通常如果真的很嚴重的話 醫生會建議改吃另外一種 就是他們會告訴你另外一種是不會引起胃 也不是撲的 然後就是那個 可是那個要一定的 要嚴重到一定程度呢 健保才會給付 用門感菌 如果說你盡量避免它的感染 我們要怎麼做 用門感菌就跟我們一般大腸感菌 等等的食物衛生是一樣的 大家記得要洗手 而且事實上不要共用筷子 不要共用這些 共筷母吃 要共筷母吃 這很重要 熱門盡量避免 覺得有按到骨頭會痠的感覺 再放 很痛嗎 那整理姐搞不好 我不會耶 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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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痛代表是健康的啊 沒有耶 沒有 沒有 好痛喔